秋風起 蟹腳養 在臺灣 肥美海蟹季節的到來 關鍵不再秋 而再風 隨著東北季風南下 溫度骤降 海上陣風動輒八九級 相當於輕度颱風 陰封面的東北角 岸上溫度不到攝氏二十度 風牆 大小雨滴不斷 漁船趕著進港 避風浪 像東北季風這樣 天氣冷才會變 螃蟹它不會震著紫月 它只震氣候 紫賴 天風高 冒於趕工 船長表情 如同這趟收成 滿意喜悅 但手邊動作要快上加快 海水蟹碰上淡水 可會讓他們窒息 可上三個明顯紫紅斑點 三點線特別焦弱 光是靠岸碰碰上水質 溫度變化就容易折損 下船順序擺第一 我現在包含的給你喔 每到假日野柳螃蟹市集 緊鄰港邊現撈 現煮 直接清蒸連醬料都不需要 隨著東北季風含意十足的日子 早上十點多已經有不少饕客 慕名而來 水滾的開始算 大約的話應該十五分鐘 比較小一點 十二分之十三輪 三點蟹橘綠色的殼煮熟之後轉為橘色 殼軟容易食用 肉質細緻 蟹黃蟹膏 花順鮮甜 從海港邊到五星級餐廳 都看得到這道台灣古早味 桂花炒蟹 把蟹放進180度高溫油炸 鎖住飽滿肉汁 Q嫩口感 雞蛋快速拌炒成細碎蛋花 搭配洋蔥 紅椒青椒 大火爆香 不只適合台灣味 五星級主廚用天然香料 調出獨門醬料 三點蟹完美演繹 新加坡風辣椒蟹 我們選擇三點蟹 價錢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正常 產地直送 我們每天從海港送過來的螃蟹 新鮮 現做 台灣海蟹八成來自萬里外海的 西北漁場 萬里區四大漁港 野柳 東澳 威猴 萬里漁港 是捕蟹船隻最大集散地 將近50艘漁船 捕撈經濟價值最高的三種蟹 三點蟹 花蟹 石巡 新北市政府推出品牌 萬里蟹 官方統計 年產量約有350噸 光是附近漁港和萬里漁港 萬里蟹產值加上周邊收益 就高達15億 三點蟹 價格適中 殼薄 容易食用 銷量最好 花蟹 一身華麗橘黑花紋 豬熟變成桃喜的紅白花色 肉多結實 又細嫩 鮮甜鹹香 人氣高 價格最好 食尋個頭最小 暗核色 堅硬外殼底下藏著Q彈 風味最濃郁鮮香的蟹肉 萬里蟹捕撈採用圓形補蟹網 守株待兔 漁民還精選只有貝甲科 超過八公分的花蟹 三點蟹 超過六公分的食巡 才夠成熟肥美 而且每年八月中到十一月中 不抓暴染母蟹 工作天數大部分都是在壞天氣 東北極風在台灣海峽的北面 很少有好天氣的時候 讓大用了 所以說吃螃蟹要珍惜 我們抓得很辛苦 張牙舞爪橫行霸道的螃蟹 綁上螢光的繩子 就是萬里蟹正字標記 料理秘訣放進冰水 螃蟹進入休眠不容易有損傷 來自香港 擅長賦予傳統粵菜新創意的 五星級主廚蘇全輝 用老母雞豬肉精華火腿熬煮八小 一小時的上湯搭配奶油 襯托花蟹華麗風味 花蟹它的肉質是比較鮮甜的 它不適合用太重口味的方式去料理 魯迅佩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 這一股勇氣換來千百年來 文人騷客創作勇嘆 蘇東坡寫下不食螃蟹姑夫婦 千古年來人們不厭其煩 突破螃蟹的堅硬外殼 到如今在台灣東北角 掏客年復一年 期盼東北季風吹起 只為那魂牽夢淫最鮮美的螃蟹滋味 作詞・編曲 錄製